南韓一天通報確診 虧為三天重回三字頭 和週末篩檢減少有關 全國近32萬人接種疫苗 3900人出現不良反應 8號起韓美9天聯合軍演 規模也因疫情縮小 日本過去5天 單日確診保持千人左右水準 不過北海道一口氣增加13例 疑似感染變種病毒 另外隨著天氣變暖 週末東京湧現人潮 警覺性降低也是一大危機 越南一天感染數小幅回升 最新再增兩位數患者 本週投入阿斯利康疫苗 是東協成員中 唯一未鬆口使用中國製疫苗 分析指恐和當地排華情緒 外交緊繃有關 印度這幾天日確診控制在 一萬八千人 一月初以來最高峰 雖然死亡個案有減少 但各地疫情出現升溫跡象 難排除病毒大肆傳播風險 憂心恐面臨第二波疫情來襲 馬來西亞曲線數據走下坡 連兩天低於兩千名患者 上個月底剛啟動疫苗計畫 前首相馬哈迪 7號完成接種高齡95歲的身份 成為當地接種者中最年長的一位 印尼疫情染疫穩定回落 最新通報六千人以下 政府成立國家隊由私人企業 採購疫苗加速施打進度 不過有部分民眾抨擊 恐造成負責享有特權 多付錢優先施打的情況 美國疫情稍微趨緩 八號新增超過四萬一千人 去年十月以來最低紀錄 參議院徹夜通過1.9兆美元紓困案 待眾院表決後 拜登政府計畫本月就能發放救濟金 法國曲線在二月底後 控制在低於三萬人以下 部分地區維持週末防疫禁令 目前僅有358萬人注射疫苗 政府因進度緩慢遭到抨擊 六號有22萬人已經接種 是上星期的兩倍 西班牙慢慢脫離疫情高峰 過去幾天確診六千多人起跳 週末未公布最新數據 而當地前後任國王家人被披露 跑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接種疫苗 遭抨擊利用特權提前接種 英國疫情經過1月大爆發後 近期維持下滑趨勢 過去24小時通報五千一百多人確診 八號校園全面恢復上課 將近五千七百萬支快篩 已送到各級學校 避免造成疫情破口 德國曲線數據仍反覆不定 幾天來有回落跡象 最近增加六千五百多人染疫 疫情衝擊經濟投入疫苗速度牛步 梅克爾執政保守派聯盟 支持率降到一年最低水位 無能夠薄 我們來改善 派聯盟 解釋 呀